日前,汪小飞母亲张兰在直播时,信口开河,鼓吹汪小飞创业一年为社会创造了2000万个就业机会,在被网友弄对后又马上改口,引发热议。 有网友称,2000万知道啥概念吗?公务员才700万,张兰立马改口,表示是装修花了2000万。 但网友并不买账,忍不住吐槽张兰细今,见状,张兰气上心头,诅咒网友,希望您今年没没没没没没,到头了的那种霉运,甚至怒骂,连出生都不如。 作为公众人物,张兰这一系列言论瞬间引发网友吐槽,此前,张兰便多次在社交平台上与网友互对,汪小飞也多次因为张兰的不正当言论,受到影响。 汪小飞甚至公开表示,母亲张兰的发言并不代表自己的想法。 如今,汪小飞的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,虽然张兰的所有发言都是出于对汪小飞好的立场,但作为公众人物还是应该为自己的言论负责。